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戀咖啡 哇 今天真的很冷 但是呢 我今天沒有負負的 有嗎? 有負嗎? 當然有啦 今天早上一起來 我已經想唱歌了 唱歌? Let it go! Let it go! 是很冷的 中部這邊我原本以為大家也要照常上學 但是結果我有很多個朋友都告訴我他們在學校cancel了 是沒有上學的 在家門口就玩了4個小時的雪戰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玩4個小時 4個小時 我們就沒那麼好運了 我們的小朋友是要上學的 放學回來的時間呢 那些雪呢 它是厚得泥 但是呈一個很濕的狀態 下雨啦 是很噁心的 然後我兩個兒子是一定要出去玩的 那我跟我們出去玩的 我玩了不夠5分鐘 我已經是全身濕了 它是佳乎用雨不溶之間 那現在說呢 星期五呢 就是大家看到片段的時間呢 是還會再勁一點的雪的 那但是 今晚我們這裡又開始下雨了 那所以我又不是很肯定有什麼事了 但是我們外面那條路 因為我自己住一些比較生卡拉的地方 那我們外面是沒有灑鹽的 那松太今天 車上學的時候 幸好你都... 流冰地回來啦 是 幸好你都仍是在一塊兒 可以回到家 那所以大家呢 在這些時間開車是要特別小心的 因為它在雪地開是重要危險的 現在呢 因為雪和雨在交界中間呢 我們會看到很多的黑眼 黑眼就是一些 你其實看不到的一些冰 那所以呢 一走上去 或者有人走上去 就很容易PK的 那這個真的要絕對是要非常之小心 好啦 那究竟今天有些什麼要跟大家說呢 事不宜遲 好 今天呢 幾宗新聞呢 其實都跟現在現任的政府有密切的關係 那有幾個決定是今天才出現 那我發覺是有一點點問題 那裡面是 就是那個... 那個政策方面呢 我是不是太過同意的 嗯 那首先呢 不要說其他政策的事情 我先說第一宗 今天一宗非常之重要的新聞 是影響所有人的 全英國幾乎所有 你有電話的人都會影響 那是Whatsapp 嗯 Whatsapp這個話題呢 我們香港人都不會陌生的了 嗯 那之前有試過 Whatsapp大簽署去Signal 因為這個security的問題 那英國呢 前兩個星期 有講過關於Signal 有機會會要退出英國的市場 原因就是因為 英國政府有打算要推行 這條online safety bill 那它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減少這個 這個兒童性罪犯 可以在這個點對點加密的對話裡面 是傳達一些 對兒童性罪行有關的一些訊息 內容 照片或者是影片等的 嗯 那但是呢 由於它要做這個審查呢 是必須要 是可以打開這個 這個點對點加密的對話內容 是作一些scanning 才可以找到究竟有沒有這一類型的內容 然後從而去block它 或者是政府需要去調查一下時間 去open這個case 那它要查這些內容 要搜證的話 那它必須要是要經過這些signal whatsapp這些公司呢 是拿他們加密了的內容 嗯嗯嗯 那但是呢 signal已經是表示 它說是1000% 是不會 是就範 如果英國政府強行一定要推這條online safety bill的話呢 他們是絕對會退出英國的市場的 那今天一個震撼彈呢 就是whatsapp是說同樣的東西 是的 whatsapp說呢 他們是不會為任何一個國家去lower它的security的 因為這個是很嚴重的 就是 其他方面的security呢 就很難說 嗯 問題是點對點加密呢 就是一個潘朵拉盒子 是好像一隻貓放了進去一個黑盒裡面 你不打開 你不會知道它生還是死 這個schrodinger theory 是的 那所以 你那些點對點加密的內容 理論上 除了譬如我發給松太 除非中間我們有人 將它洩漏了出去 或者在群組裡洩漏了出去 否則是不應該有任何人 可以打開我們的對話 看到內容的 嗯 那現在whatsapp的發言人呢 他所說的理論就是 第一 在全球所有國家呢 其實就沒有哪個國家是禁止了Whatsapp 除了大家都知道那個很大的地方之外 另外呢 最近就是伊朗了 伊朗呢 也是禁止了Whatsapp 那Whatsapp說呢 他願意接受任何國家 是要禁止他的service 但是他不會接受 那個地方 是要將他這個點對點加密的內容公開 是 而導致到他這個security是有breach的 那政府的發言人呢 又相反說另一件事 他就說 這個點對點加密呢 是非常之重要 我們呢 希望 在同時可以審查這些 兒童色情內容的對話之餘 我們也可以維持 點對點加密這個 high security quality的standard 是 但是Whatsapp那邊呢 就說 你如果要去篩查這些內容的話 你是不可能不用scan的 他說 一定是由那個用戶端那裡 在那個訊息還沒加密之前 就scan了他的內容 找到那些東西出來 他才可以再加密 這樣才可以進行加密 因為一旦 他封了 那個東西合死了之後 黏起來了 你是沒辦法打開他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去scan那些內容 即是說你一定會compromise了 這個點對點加密的standard 根據BBC的報道 英國每十個成年人 有七個都是用Whatsapp的 是 我就是那個成年人 不知道另外三個用什麼 可能是用Apple Messages Facebook Messenger Telegram 諸如此類 但是十個有七個用Whatsapp 我覺得比例不止 有哪個人在英國是沒有Whatsapp的 現在生意都有Whatsapp 我幾乎是沒有識別人 是沒有Whatsapp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在街上問任何一個英國本地人 我想要你問你有沒有Whatsapp number 我不知道什麼Whatsapp 我沒有用過 沒有可能的 我真的沒有遇過 老實說 你說婆婆八八那些 不懂得用科技那些 零計 但我們這些壯年的成年人 在英國是沒有可能不用Whatsapp的 不用Whatsapp對我們的生活 是很大影響的 之前就是一波大纖繩去Signal 但很老實說 我真的用不習慣Signal 因為Signal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存在 但我自己很影響的地方 就是 它的群組 由於它太多Message 每隔一會兒 它就要你嚴正 要你輸入你的密碼 輸入密碼 不是問題 問題是我輸入完 它等很久都不做 好 然後看Message的時候 卡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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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得我整天都要Restart 整天Restart 甚至乎要Restart 電話 是用到很猛烈 變了我自己 對它的流暢度 有一點失去了信心 所以仍然都是繼續Whatsapp 還有因為 很多時候 譬如你無論是朋友也好 你生意上的東西也好 其實很多人溝通 仍然都還在用Whatsapp 你也知道 身為一個Youtuber 其實也有很多搜尋 或者很多人會問你問題 那如果我要跨平台這樣回覆呢 有Telegram 有Signal 有Whatsapp 那我是不用睡覺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只能夠集中在一個平台那裡 其實早上起床 我看到那些Message 我會有點頭痛 不如再睡多15分鐘 另外今天Whatsapp的發言人 也說了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之前Signal是沒有提過的 第一就是 如果假設他真的幫政府 打開了這個點對點加密的standard 容許他作為這個scanning 去scan這些 兒童色情類型的一些訊息 即是他想知道的東西 但問題是 他這個想知道的東西的範圍 是會隨著時間而擴大 一定的 因為當那條法例一通過了 他就未必只是兒童色情 這個只是他的開頭 他可以是 反恐 煩毒 反恐 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是可以去審查的 是啊 只要他開始了就可以 所以是沒有一個限制 也沒有一個底線 這個此其一 第二就是 他說在西歐的自由國家裡面 英國是第一個國家 有一個這樣的要求 如果一旦英國真的通過了一個法律 而他們真的要就範的話 那相信陸續有來 就是其他的 就算是第一世界的國家 都會緊隨其後 那最後呢 就會是封了他的死門 因為你為一個地方跪低 你就要為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個地方跪低 所以站在他們這個平台立場 他寧願犧牲英國的市場 他都不可以這樣跪低 因為他一旦今天跪低 他明天後日大後日 就全部地方都要跪低 其實很老實說 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新衛城政府 要在這個時間去推行這件事 其實這條表 我們上次有說過 好像是肥波波前朝流落來的東西 是啊 但是你要明白 當時的英國的整體環境 和現在的整體環境都有很大的分別 疫情前和疫情後 另外就是 現在我們需要專注的地方究竟是什麼 你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現在不是說 你兒童色情 abuse 這些虐待的case是不需要處理 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唯一的方法呢 還有 是不是這一個是現在我們的priority 你這麼多人罷工 這麼多勞資糾紛 這麼多的學校方面的資源短缺 NHS上面的短缺 這些是最最最priority的東西 你都沒有解決 但是 你現在激起另外一個民憤的話 那會不會其實不是很理智呢 這件事 今天就是3月9日 拍攝的時間 還有大概六七天左右 就是這個新的財政預算案要公佈 公佈財政預算案之前 首先就有一單非常關係到英國財政 的新聞 今天又突然間公佈出來 那就是呢 話說英國呢 其實一直都是在建高鐵的 是 那這個高鐵呢 原本的計劃呢 就是由倫敦 一路就拉到上去Manchester 甚至乎有機會說是上去Skotland 一開始講的時候 那英國人呢 普遍都有兩種聲音 第一就是覺得造價太貴 就是哇 大佬你要建高鐵要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 但是呢 當時說建高鐵的時間呢 我們是沒有脫鈎這個問題的 是的 所以當時的經濟方面呢 應該理論上是容許英國去做這件事情 比較鬆動一點 是的 比較鬆動一點 是有閒閒去想這個基建 那始終其實基建是一件好事來的 就是你有了在那裡 那你將來就可以使用它 是的 比如當年香港的啟德機場 很多人都說 喂 你為什麼要花錢去建國際機場出來呢 搞那麼多東西 哇 花多少納稅人的錢 你英國政府臨走 都還要花香港人那麼多錢 又去建那些青馬大橋那些 但是事實證明 是很有用的 是很有用的 這個機場是嗎 還有那些大橋也很有用的 就是當年下來建計劃的基建 其實你是立刻看不到成果的 你都是要幾十年 十年 二十年後 你才看到它真正的實際用途 那所以另外一批人呢 我也是支持起這個高鐵 HS-2 我個人來說 先不算錢 就算我們這些平時 只是開車的人 其實我覺得都開心的 是的 因為你想一下 方便很多 是的 如果我在Birmingham 去倫敦可能只要一個小時 甚至乎四十五分鐘 又或者我上去Birmingham 又是這樣的時間 我的而且確是散卻很多無謂的時間 是的 就是我上面 我有朋友 他們會找些朋友來載我 或者乘Uber 也好 想到他才租車 對 想到他才租車 什麼都好 你怎麼都是省了一段 還有譬如在Scotland 老實說上Scotland 經常都上去 四個小時至七個小時的車程 怎麼開啊 大佬 你是要有很大的決心 還有真的很難得閒 你才會夠膽駕上去 所以如果有直通上去Scotland 可能兩個多小時 我就已經到到Scotland 這個的確是非常之方便的 你想一下都 有一點點興奮的 老實說 你會將英國的範圍 是縮窄了很多 起碼縮窄了一倍 你可以流通交流的地方 也多了很多 譬如 可能蘇格蘭有很多餐廳 香港人開的餐廳 又或者是一些活動 一些festival 是的 有時候我也很想參與 但實在無能為力 實在太遠了 一來一回是用我十幾個小時的 那我還哪有時間去做任何事情呢 講到這個高鐵上面的 用的洗的錢 那香港人也不會陌生的 對於這件事 那麼多年來我們聽到 高鐵 起高鐵要超支 超支 超支 再超支 那這個已經是加常便飯 聽到開頭很生氣 到後來已經沒有感覺了 已經是 不斷是會加下去的 這個是鐵一般的定律來的 無論你中間的過程是怎樣的 你說哪個 哪個 那個報價高了也好 什麼都好 這個都不太大關係 總之 整體那條數 一定就不是原先預計的那條數 是的 那麼英國政府一開始 2015年的時候 預計 但是呢 由巴明漢上去曼徹斯特那段的高鐵部分 大概是需要用五十幾個billion的 五十幾個billion 其實我覺得不算很多 OK 因為我們的黑洞都是五六十 也是 一年內就可以 burn了 那你整條高鐵 你想想如果一個黑洞換一條高鐵 那我要高鐵了 那你對 我不要你的黑洞 所以其實那個數字 你就這樣宏觀地看 就不算很誇張 那麼英國政府就很有信心 覺得這個budget裡面 是可以完成到那個整個高鐵的過程 但是呢 但是呢 好勁不償 那我們現在通脹非常之厲害 能源價格又飆升了 那麼有疫情之後 再加上一個脫鉤的拖累 建築工人的短缺 後面下山二百個reason 之後呢 就發現這個budget就不realistic了 那麼現在最新的造價呢 是去到七十幾個billion 哇 就多了二十幾個 多了二十幾個 那麼政府看過 咦好像不對勁喔 那麼今天決定了一件事 什麼 我覺得更加不對勁 他決定是delay兩年 是 將巴明額上去 West Midland上去那段路 是 去crew啊 去這個manchester 有幾條 幾個phase 就是幾條分支 就全部delay delay兩年 是 但是這兩年會便宜一點嗎 對 這個就是問題了 他就停了到不起 那大家正常邏輯分析 common sense 和我們經歷過高鐵的建造 我們香港人經歷過 OK 你別當我們沒經歷過 有哪條高鐵 不要說高鐵 哪條鐵 是會兩年之後 是便宜過現在的 是不可能的嘛 你兩年之後 難道沒有inflation deflate 對 那豈不是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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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你兩年之後 你的通脹 我當你真是幸運地 回到2% 那豈不是嗎 那都不會便宜過現在的 不會啊 你只會貴了 那你為什麼不長痛 不如短痛 你繼續咬緊牙關腳 起下去呢 我想不明白 它現在延遲兩年 會令到它容易消化嗎 我感覺不到 那個可能性在哪裏 原本這個 Phase 2 Extension 的計劃 就是會由這個 Birmingham 一直去到 Krua 去到Manchester 又或者去East Midland 那一邊 其實從而就是想帶動 英國北邊的經濟活動 是 就是讓下面南部的人 可以更加容易 接觸到北邊 但是呢 本身就說是 2030年至2034年會起好 現在就退遲去到2032年至2036年 而最後那一部分 由Krua 這裏 搏上去Manchester 那一部分呢 就會延遲到2040年的 其實那個計劃那裏 已經沒有提到 它本來在Nortingham 有Totan那個站 是啊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離譜的 就是本身 已經是去年左右 已經是將它scrap了 說呢 本身在Nortingham 是有一個站 在Totan 那就可以搏上去 其實是正路啊 Birmingham 拉上去Nortingham 再拉上去Manchester 對啊 因為呢其實 有很多人呢 會覺得以為 在Birmingham上去Nortingham 然後再過去Manchester 會近一點 其實不會的 Nortingham去Manchester 都是要差不多兩個小時 是因為這樣這樣上去 那如果你skip了Manchester sorry skip了Nortingham的話 那裏就被你孤立了 那那個城市不用發展 因為Nortingham在英格蘭的北部 即是在Midland上面那一部分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來的 因為不是那些 易打輪的城市來的 都是大的 都是大的 其實呢 去年前年開始 因為在Birmingham附近 就已經在很大規模 在製造高鐵的 那如果其實有經過一些Motorway 已經看到周圍很多的爛地 不斷又起 是的 起天橋啊 接著經常塞車 都是因為HS2 風路 而導致 那我們其實suffer了很多年 其實每年都有說 究竟什麼時候起好呢 究竟什麼時候起好呢 好像是永遠見不到盡頭 是不會的 或者去到2040年 現在才2023 還有17年 即是我的兒子不單止大學畢業 還在工作 其實到他起好那時候 可能他也退休了 不是 即是我當他如期 2040年懸賭工 那個是未來來的 即是我是想像不到那種未來 即是車會飛那時候 即是你覺得 back to the future 那種感覺 即是你怎麼能夠想像到 我17年後發生的事 即是在我腦裡 我已經沒有什麼概念 17年後會是怎樣 應該我們都可能差不多退休了 對我們來說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阿松太 你怎麼看這個 要延遲兩年 是可以令到他造家 一些的理由呢 你覺得是不是很可憐 還有他怎樣合理化他這件事 其實不是阿 你想想兩年 兩年就是下次大選 他是不是想留給下一屆 阿 這個是非常好的點 因為25年就是下一任政府上台 對阿 下一任政府上台的時間 自然就不關他事了 即是其實他現在是想拍拍屁股 把包袱推向下一屆 但他高明 他這件事 為什麼 他拿這個inflation 作為房子 是呀 即是告訴你 因為inflation 這個通脹太強 所以我們呢 就做不到這個高鐵 我幫你們省錢 幫你們省錢 實質上 暗地裡就是 把這個 一個太極 就推去下一屆高 我覺得他 難怪今天 Labor出來 不斷罵政府 瘋狂 你為什麼留給我 瘋狂 我不要 我看到不是很relay到那件事 Labor出來狂插 你已經delay又delay 你brick了這個人民的promise 北邊的人怎麼辦 那些經濟活動 想著可以帶旺 你leveling up 是否level的毛 不斷罵他 不過想不想那麼激動 你 中間才說出重點 沒錯 因為那些 只剩一塊屎我吃 兩年後 如果我算到 那塊屎我就是瘋狂 好了 今天是第三單新聞 說之前我講一講我今天 在YouTube看了一條片 就是有一個 都最近幾出名的 在新加坡的一個香港人YouTuber 叫做Rain is here 首先原因是他幾美女 所以吸引我進去看 還有他是一個財經分析員 就是教你怎樣投資 但是他講的東西都幾有point 幾有道理 所以我有時久不久 我都會看一下他的片 今天我看了一條片 就是講英國衰退十年 是 就說英國是全歐洲 是衰退得最厲害的國家 甚至乎是被制裁中的俄羅斯 還要衰退得厲害 竟然 就是全部的 全部的歐洲國家裡面 是最 就是比俄羅斯還要差的 只有英國 OK 就是G20那20個國家裡面 那他解釋為什麼 中間他用很大的篇幅 是講他覺得認為是大部分的原因 因為脫歐而導致的 對 那他很多東西 圖文並茂資料都很詳盡的 就是解釋前因後果 我們英國為什麼要脫歐啊 脫歐帶來什麼影響 然後導致了什麼局面 那很多數據去支持他的理論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去他的YouTube Channel 那裡看一下 叫Ring is here 那他其中說三個主因 就令到英國人想脫歐的 那三個主因不外乎 就是第一 給太多錢歐盟 英國 因為會費太貴 但是不知道得到什麼 當時是這樣想的 第二就是歐盟太多的限制 就是我們怎麼立法 全部都是歐盟決定 聽他說 就沒有了自己的自主權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 英國人主要是覺得 太多外來人合理 太多外來的勞動力 太多外來的治安引發的問題 還有那些勞動力 他們的價錢低 廉價勞工 就變成了跟英國本地人競爭 英國人就說 我給你物戰鬥窮人 你個個頂爛市 那我哪有得做 我的薪金就給你拖累 那所以呢 這三個主因就令到英國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令到英國脫勾 那當然其實還有 還有其他的外來因素 那也都有 譬如社交媒體有去 就是大幅報導這個脫勾的好處 那也都是 那個campaign也都很厲害 那種種粒粒的原因 最主要是這三個 那我今天看到一則新聞 那這一則新聞就真的是 其實是完全是背叛脫勾者的 那就是呢 新衛城的政府呢 打算 向這個其他的國家 就輸入一些廉價勞工 因為呢 英國呢 是有120萬個建築部分的短缺 建築工人那些短缺 那因為這120萬個短缺呢 就導致到很多問題 譬如是英國的房屋問題 是的 即是我們建屋建得不夠快 是的 即不是我們那個 即是我們短缺主要原因是 建不夠速度 即是人口的增長 和房屋的增長 是不成正比 所以導致長期 我們的租又貴 那些樓價又不回落 就算 就不夠多地方給人住 總之就不夠多地方給人住 那要增加供應量的話 他就一定要多一點的勞工進來 因為不教人做事 那他就打算呢 就是向其他的國家呢 就是輸入120萬個這些外勞 那其中呢 就包括呢 有一些特定的崗位 是可以容許 他們是付出一個低一點的人工給他 即是比英國法例最低的人工再低一點 就去請這些120萬個的空缺 包括木工 水泥工 建築工 諸如此類的 全部呢 就列入一個叫短缺職業的名單裡面 是 那跟著呢 這個名單還要不單止是包括這些建築工人 他現在還要包括了 護理人員 獸醫 土木工程師 和平面設計師 那根據現時呢 英國呢 對於這些技術工的年資 最低的年薪門檻呢 就是25600磅 是 但是政府呢 如果經過這個計劃去聘請的海外勞工呢 是容許他們是一個較低的年薪 低多少呢 是低很多的 是20480磅 差五千磅 大哥一年 是五分一 便宜五分一 就是容許他們用這個價錢去聘請他們進來 喂 那你就更加削弱這裡的工資水平 是啊 那你就更加打壓這個原因 我當初做的事情做什麼 喂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喂 你脫勾就是不想那麼多海外勞工來霸佔這個工作嘛 但是你現在做的這件事 是完全 完全 100% 違反當初你的承諾 是 這個是此其一 第二 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為什麼新衛城要特意請對人去印度那裏請醫護呢 當然便宜一點嘛 他沒有說出來的 沒有告訴你 但是事實上就證明 他一定是便宜過在本土請醫護的 還有 政府呢 因為這些海外進來的人呢 請他們的人是要給Visa的 給Visa費用的 亦都不是不便宜的 是啊 政府說呢 會大幅下調他們申請Visa的費用 就讓那些僱主可以用更加廉價的價錢 是請到海外的員工 但是英國呢 亦都是你住滿十年的話 你的Visa住滿十年呢 理論上呢 你就可以申請成為英國人 是的 這個仍然到現在都還沒有scrap的 仍然在那裏 那就是說你將來 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你會多了大批一個廉價的勞動力進來英國 是的 跟你當初 不是當初 說的是上兩個星期 你說英國要什麼 進入那些高智能產業 是啊 發展AI 是啊 那我想問那些AI 是不是由這些廉價勞工 就可以用來代替的呢 嗯 我覺得你在背後做的 跟你當面跟我們說的 是完全兩樣東西來的 還有 當初我們脫歐 我們為了 get rid of這些 我們認為是的problem 嗯 其實是付出了很大的 是啊 是啊 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給了很多年的會費很不值 但是你同時間 你在歐盟裡面得到一些經濟利益 例如在歐元在英國結算 是的 但是這件事現在不會再在英國發生的 另外就是 我們要分手和歐盟分手 是用給了幾十個billion出去 去分手的 是的 而那幾十billion是equivalent to五至十年的會費 就是說你給了五至十年去看Netflix 而你是看不到Netflix 好了 我看不到也算了 我犧牲了 給了那麼多分手費 還有愛爾蘭和北外的Northern Island Protocol 搞了那麼多年 現在終於說談好了 叫做完整脫歐 你一個屈尾十回去做同樣的事情 我get rid of the problem 就是為了get rid of the problem 但原來我get rid of 我本身的problem 我是會令到我自己有同一個problem 那麼我當初花了那筆錢 我冤枉走那條路 是合下來做什麼鬼的 其實是有不同了的 以前就是別人自由出入的 他喜歡來就來的 你不可以說不讓他來的 現在他是要問准你才可以進來的 那是有的確有少少不同的 如果你這樣說 我只是不看Netflix看Amazon而已 但是大家雖然是播的內容不同 但是那個本質其實是差不多 不過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他請這些工人進來 那他一定是要對市場有貢獻 就不能夠攜著那些家卷進來白飯白吃 那這個就不行的 是的 所以呢他裡面其實有 某部分的東西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麼大家有少少不同的影響性是大不大呢 因為見仁見智 那麼最少他要做事就一定要交稅 是的 他不做事就被Revoke 然後要踢回他的國家 是的 那麼這個是有些好處的 是這麼想的 即是他本身那些Skilled Workers 那些技術工是在歐盟那裡來的 是的 但是現在他就應該不會在歐盟那裡回來的 因為如果別人在歐盟都找到同樣的人工 他為什麼要過來來英國呢 他過來因為是Free Travel 他什麼時候來都可以 你沒有了這個誘因的話 你歐盟的其他國家的地方的人 即是如果他是有技術的 是有能力的 他都未必會來的 是啊 那些什麼地方會來呢 譬如可能一些比較貧窮一些的東亞國家 例如是新衛城現在去了那個地方 去請醫護那些地方 去家鄉 去家鄉 去家鄉那裡可能會請過來 所以這個就可能會造成其他的問題出現 其實英國人本地人的原意 即脫鉤是希望將這個工作 是留給英國本土的人 Where or not 你是進不進來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英國一向都是多元種族的 但是你進得來 你做了英國人 那你就應該是為英國這個地方去貢獻 和出花一分力 那他希望這些工作其實機會是留給已經在英國合法居留的人去參與 那你理論上長遠的計劃是應該做就多些培訓 是培訓下一代的這些建造業的工人 或者這些技術的員工出來 而不是將整件事outsource去另一個國家 然後將那幫人請過來你那裡 那你其實之前這麼多年 百幾二百年的歷史都告訴你 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後面的後果其實是可以很嚴重的 最諷刺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最近Guardian那邊也有報導 英國的醫護現在是有大量是離開英國 就去澳洲 澳洲就是實施了一個新的 想著實施一個新的計劃 就專門請英國的醫護過去 因為他們 大家說話同聲同氣 是 即是口音有一點點不同 其他生活習慣各樣東西 是很容易適應的 其實老實說 你一個香港人 你放一個澳洲人和一個英國人在你前面 你不細心留意聽兩個英文 你都未必分得出 哪一個是英國人 哪一個是澳洲人 澳洲人和英國人 自己當然分得出 是吧 但是你香港人的話 你都要聽一會兒 你才分得出 究竟哪一個是澳洲 哪一個是英國 那你既然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他不走 是吧 那你就是把英國本地的技術的人員 就帶遷了去澳洲 然後就去其他的 比較貧窮一些的國家 就拿一堆人過來 去replace你自己的人口 那就是好像把英國的人 是在那裡喚血 其實我明白的 就是你這裡太多的這個罷工 就是UNI人是hold這個政府ransom 勒索 就是他的感覺 勒索政府 就一定要跪低跟你談判 要不然我們就全部罷工了 所以他就去想其他方法去填補 這個空缺 避免下一次再發生同樣的事 但是問題這個 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 夠延微之急 但是你不是一個長遠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 你保守黨政府 如果下一屆 你仍然想繼續執政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些 長遠一點 長期的政策 而不是這些 是純粹為了救現在的局勢 而去做的事情 好了 講了這麼多 不是很開心的事情 說回一宗好消息 最近我們不是有這個蔬菜短缺的 但是他們開始復甦了 這個我們最壞的情況 應該已經過去了 因為譬如 Astar Morrison 這些大型的超級市場 今個星期開始 有某部分的蔬菜 那個限購零 就開始解除了 包括譬如一些生菜 這些 broccoli 西蘭花 西蘭花 我經常叫它做 樹樹 哈哈哈哈 那些人經常說 鬆太 你英文又好過鬆仔 中文又好過鬆仔 那鬆仔在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 OK 那還有譬如是一些 cloil flower cloil flower 椰菜花 對 rasberry 就是一些 紅莓 還有一些沙律菜 那個限購零 都將會解除 但是呢 番茄和青椒 仍然 仍然是有少少限購 但是我相信 不用再過多久 這些都應該會解除 所以我都和大家說 不需要擔心 就是凡是這些 所謂的食物短缺 都只是可以維持一會 不會是長期影響大家的 那麼今集的節目 去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幾時出片了 明天再和大家見 拜拜